你去哪儿 喂 红杰 我被人欺负了 你快点来救我 我不想活了 妈 你不是刚刚才到吗 你怎么就被人欺负了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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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来 你过来救我 行 我过来 好 来 你把那个位置发给我啊 好 一会儿见 好 快点 你好 你好 C107 好了 扫了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感人的电影 酷到眼睛红肿 一会儿吓到相信对象怎么办 好 侯爵哥哥 你终于来了 快走 找什么急啊 等我走 真有点点 快点 快点 就是这儿 就是他欺负我 非逼我剪头发 女的啊 对啊 你 怎么了 女的我能怎么办啊 那你剪头发怎么叫欺负你呢 还是有个明白人啊 帅哥 跟我可没关系 我没这权利 就是你 你不要敢做不敢认 拜托 剪你头发能长在我头上吗 对我有什么好处 是你自己不敢跟导演理论吧 再说了 剪你头发是工作需要 是可以让你更红的 能不能有点感恩之心啊 逗逗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智荣建设的公子 而且是我男朋友 还有他 这是他保镖 他会搏击 我告诉你 黏死你比黏死你吃 中厨还要弩命 是吗 行啊 那我们今天就来个直播 这点击量一定超高 是 来来来 播播播 来 不是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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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豆总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你别走啊你 你别走啊 阿露 露露 露 你别哭啊 别哭啊露露 露露 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 我 我 我帮了呀 等等那个女的 他都那么大声跟我说话 他都欺负我 你都不帮我 是 那女的是不好 但是你说都是女的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说说他 对吧 那你也不能 让他这样欺负我呀 还有 你 你 你那个保镖 他不是过来保护我们的吗 他为什么也不说话呢 他们有他们这个行业的记忆 他只能保护我 他只能在我这个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才能出手 对吧 他也不是打手 也不能看谁打谁呀 我 她 她只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我的人身安全 就让我自己来保护吧 你这人身安全 也没受到威胁 你别哭好不好 她都那样骂我了 还没有受到怀疾 我不是一笑起小包 你吓唬她了是吗 但是没想到就 没吓唬住 女孩我也没办法多说什么 还要剪我的头发 你这剪头发 这不是剧情需要吗 你这不是为了 为了你热爱的工作吗 对吧 还有你们那搞艺术的 不都为了艺术 都能现身吗 对吧 剪个头发 对 我不懂事 没事了 我叫哥哥 我 我自己可以的 我听导演的话 他们要我剪多少 我都会剪多少 剪成功同也没关系 我去跟 我去问医术先生了 对了对了 你不是你 我走了 露露 是吗 这都怎么办呢这是 你在旁边站着干吗呢 你不过来帮帮忙 那像女孩哭得 像我怎么着了是吧 走吧 开车吧 哎呀 这个方禄呀 挺可怜的 我跟你说 方禄问题在哪儿 他就是太善良 你知道吗 太单纯 你现在这人 你只要太单纯 就容易得罪人 那老欧什么呀 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啊 我没说什么呀 不是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说 好吗 你别老欧 我最怕人跟我欧 你说什么 说他可怜 我不觉得他可怜啊 他长得又漂亮 一身名牌 当网红又那么多人喜欢他 又有男孩关心他 可以为了他一句话 要网板两百多公里 他哪可怜啊 是工作上的委屈吗 我觉得谁都有吧 这不算什么 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想 你们不一样 他就是一小女孩 你知道吧 太单纯不是说了吗 他没经历过太多事 所以他需要男人保护 你懂吗 那么又欧上了 真是可惜啊 咱要不多拍几张照片 做个留念 不拍了 姐 你剪吧 那我可就真剪了啊 为了红 要对自己啊狠一点 等会儿 不然 不然 你给我编个脏辫试试 你觉得 那在那儿应该能同意吧 脏辫 一条路过啊 导演 来信息了吗 怎么说 辨识度很高 通过啊 通过啊 我不用剪头发了 姐姐 谢谢你 恭喜你 太好了 太好了 通过那电影挺不错的 不是吧 嗯 这都半屏风有八点多 真的啊 你可以去看 好好好 老板 你这是咋了 没事 你肩膀怎么了 你是被打了吗 你才被打呢 没事 怎么管我 那那那 那我给你按摩一下 来来来来来 别别扶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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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试试 我都给你睡 怎么样 你好像松不点啊 那是 我都说了我很厉害的嘛 还行 你再给我来两下 那 轻点 你别吓得那么粗你 可以轻点 但是太轻那就没效果了 你来吧 怎么样 还行挺专业啊 那不是 你这是学过 跟我爸学的 你爸是中医 我爸是兽医 好了 那个 你给我淘杯水吧 你爸爸是兽医啊 是啊 我没骗你啊 在我们那儿 我爸可是有名的兽医呢 那些什么猪牛羊啊 生了点小病 下不来宰的 全都得找我爸 我爸呢就骑个自行车 坑事坑事 骑两三小时 到村民家里 这一年到头 能骑坏不上自行车呢 那你爸爸还挺伟大 那是 你别看那些小动物小动物啊 可是有些小动物 可凶猛了 猪啊牛羊就还好 有一次啊 我爸遇上一头骡子 那骡子灌药的时候 就一脚就踢到我 反正我爸躺了一个月才好呢 所以你跟你爸学什么呢 我这不扯远了吗 那个 后来我爸 因为医术高明 又学了按摩 在我们那儿啊 开了一个挺大的按摩馆来着 那你直接说学按摩就得了吗 你这一百个字 就五个字有用 刚好你给我打疼了 你把我当骡子了 没有没有 对不起 老板 没事 没事 老板 今天收到一个快递 好像是给你的 我已经给你拿上去了 非常好 你看上回开会之后啊 我回去做了一部分调整 我把原先的这个网壳结构 转变成现在的这个 网架结构 怎么样 挺好挺好 但是如果这个 新材料用量没有减少的话 可能这个施工周期和预算 还是会有点问题 不会的 现在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虽然新型材料没有减少 但是它整体结构改变了 它辅助材料变得非常少 现在安装工艺也变得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来 两边可以平衡 而且工时和工费不会有增加 小韩 你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呢 小侯总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 不过 可能还是忽略了之前那个老问题 就是 海城八号这个项目 离海岸线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海水的腐蚀作用会很强 至今为止 这种新型材料呢 在沿海地区还从来没有使用过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的修缮和维护费用 会不会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呢 不会 因为我回去 我已经仔细研究过 这个新型材料的参数 参数证明这个材料在沿海地区 不会有一点问题 好了 新型建材上次已经被质疑过了 一个问题不要讨论两遍 浪费大家的时间 小韩 你说说你的方案 好 不是我这个还没说完呢 你说我完了 你说 我这个方案呢 大家请看大朋友 要去哪儿 回家 偶尔当的逃兵也没什么 你说谁逃兵 你不是因为你爸当众批评了你 所以接受不了 不是 批评我不要紧 但是你要对我有最起码的尊重 懂吗 对我要有信任 儿子就能不尊重了吗 可能你的方案做得确实不够好 不好怎么了 不好我也重新做 但是你得听我讲完吧 你不能话不让我说完吧 不跟你说了 说你也不懂我没丈夫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 我妈就是 得了 你看她现在挺优秀 挺优雅 在我小的时候概念里 她就是个巫婆 真的 只要我在家 不管我做什么她都挑毛病 给我泼冷水 后来我去了训练队 也是一样 不管赢多少比赛 她都说是侥幸 不是实力 都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一直自己都不够努力 我就拼命训练 拼命地参加比赛 直到我戴上赢得了第一块金牌 她才对我说 你很棒 我那时候才知道 她一直打压我 不是不信任 是希望我更好 好 怎么样 这样的老妈给你爸换换 我不换 走吧 回去吧 不回家了 回去做方案哪 被方案侯总不是交给包小韩了吗 她做我还不能做了吗 万一被否定了呢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你 你好 好 是钱小姐是吧 我是 我是马宝南 你好 我是钱钱 你好 你从那边走过来 我就认出你了 身高 体型 相貌 都很完美 谢谢 你这怎么约我来这儿见面啊 来这儿我们做个检查 不是 做什么检查啊 为了我们的孩子的优质基因啊 这别人的孩子都想赢在起跑线上 我的孩子那得抢跑 而且在基因上就得赢 对吧 我带你进去做一个 优生优育的检查 如果说有什么遗传性的缺陷啊 我们也不用耽误彼此的时间 你说对不对 这要是没有啊 我们再把一切交给感情 你有这个不孕症 我也没嫌弃你啊 咱不是都来医院了吗 咱可以治啊 你说什么呢 小点声 干吗小点声啊 都来医院了 号都已经挂了 走 看大夫去 走 你神经病吧 你要相信科学是可以治的 神经病去 你别走啊 什么人呢 你听我说啊 过来看病啊 来吧 进来 侯总啊 咱们该开会了 开会了 到点了 刚才财务那边跟我说呀 咱们还有两笔工程艺术馆 都还没到账 这不后天又要发工资了 现在这账上的钱啊 不够用 找办法 先向银行带点款应急 好嘞 侯总 我跟公司的合同呢 也要到期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还需要跟公司签合同吗 那当然了 在我的心里啊 你就是咱们智荣建设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谢谢侯总傻知 我都不好意思 关于合同你有什么想法啊 没有啊 我什么想法我都没有 只要您不赶我走呢 我就好好跟您干一辈子 瞧你这话说 咱们可以签了七十年的实用圈 实用圈不行 终身产权 其实合同啊 并不能真的拴住一个人 就算是我今后退居二线了 我也会让你继续辅佐后绝的 他身边可不能少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那是我的荣幸 都听听安排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 谢谢大家 大伙都说说嘛 这个方案觉得怎么样 那小韩 我就直说了啊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 其实没有比我当时的方案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方案设计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常规了 如果建材再走这个风格的话 那这个项目就没有任何亮点 亮点这个嘛 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但是 因为这个项目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的确不太好去创新 所以我还是选择稳妥一点 对 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对你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我也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我觉得亮点是我们设计的 根本是我们设计的灵魂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不是小韩的问题 这根本还是我们固化思想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光应该创新设计 还应该创新我们的思维 如果公司 一味地要把我们年轻设计师 框在一个框里 一味地为了安全不出错 那我觉得很难去创造出什么 特别厉害 特别新颖的设计产品 我对这个方案有一些新的看法 要不要听一听 你说来听听 但是首先呢 我要先跟侯总道个歉 上次开会 是我的态度有问题 确实是我的问题 您别生气 您先看看我的方案 这次方案 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 都能给我提一些意见 提一些建议 大家都真诚的 如果提出有价值意见的 我个人送一箱红酒 好吧 这是我最爱的 看来非得在鸡蛋里挑骨头了 来 药控器给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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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没看到 看没看到 我的新方案拿出来之后 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干啥 不是什么意思 您应该为我这个天才的想法 欢呼雀跃 我觉得包小韩 可能会有点生气了 你们应该跟他解释解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提建议很不客气 开会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那用他的方案我也没生气 还有什么好着气 他这个人心事比较重 而且初来乍到 还没有完全融入到这个团队里 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 对吧 男人你输了就得认 再说我刚来也没多长时间呢 我都能适应 他一个前辈有什么不能适应 好吧 我只是建议而已 我 懂的 不要再开了 fluids 真的嫌疑 dram好学 真是 她算了 段录 你怎么没去上课 不是明镜 二五 两点吗 改上午八点了呀 昨天晚上就通知了呀 你该不会睡过了吧 其实我也是 瞧了三个闹钟才起床呢 不是 没人告诉我啊 怎么会 导演说这次培训特别重要 还请了模特教练 来给咱们上课呢 他分走了呢 要不请问逗逗怎么回事吧 昨天就是他通知大伙的呀 对啊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明天下午两点的培训 改到上午八点 地点不变 特此通告 不要知道啊 不一把 文废 有 starts 谁的 别要不理 这不是 这你 COR 那么 有一点 金珠爸爸呀 老子你要羡慕我 你去跟他叫爸去了 我是没那个命 你爸那是真爱你 他为你花钱从来都不含糊 他要是觉得哪个女孩 配不着你了 宁可花钱让他走人 不至于呀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什么呀 我不是 我是胡说的 跟黄岳 怎么公司这个 敬的茶那么苦啊 我得跟 你回 你回来吧 怎么回来 黄岳跟我分手 是收了我爸钱了是吧 没有 我那绝对没有 不是没那回事 你这说一半就告诉我呗 上回走廊里我 我吃不下 你吃了 吃盛饭的 那你钱花不完是吧 怎么了 你要是花不完啊 咱们做做慈善 帮助帮助贫困灾区的儿童 给人建进学校 对吧 实在不行给我换车呀 你拿一百万去给我钱 女友让他给我分手 这事你既然知道了 这是你既然知道了 我还说什么呀 爸 我真感谢你 感谢我什么呀 我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一个人 我感谢你让我知道 真的有人 会拿感情和钱去换算 也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了 我这个人会因为一百万 就不顾我三年的感情 卑鄙呀 这事我早就告诉过你 不靠谱 对不对 你听嘛 你不听啊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所以我只有用我自己的照 我这三年的感情 一百万就给我打发了 成 谢谢你啊 爸 你现在明白还不晚呀 你说这一个女朋友一百万 我这一年到头的 我怕你破产 慢慢吃啊 慢慢吃 拜拜 你臭小子 你到底要去哪儿 找分续续续 你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 必须告诉我 这是我的工作 我告诉你了 我去找朋友续续续续 我听不懂啊 干吗呀 我去找我前女友 我问一问 怎么回事 跟我出了好几年 拿了我爸一早安 就给我分手了 什么情况这是 人家都结婚了 你问这个有必要吗 结婚怎么了 我还傻呵呵地跑去找他 人家直接一张情结水给我 我一看新郎 不是我的名我才反应过来 我都翻篇了好吗 就是你砸我车那天 活不担心 我们看一会儿气儿不顺 我气儿怎么顺 我凭什么气儿要顺 你交男朋友没问题 你跟我分手没问题 你拿钱 没关系 这都无所谓 你是不是得告诉我啊 你得跟我说清楚吧 你不能什么也不说 直接把事情都做完之后 回头直接把我踹掉 没这道理吧 钥匙给我 干什么 我开车 你把你上次查的那个叫 白泉的牙科诊所 地址发给我 喂 我这边好了 我现在就出发 现在过来 好的 一会儿见 黄悦啊 这怎么又来了 钱都花完了吧 你都知道了 没见过一百万 觉得还挺多的 花了才知道 还真是不进花 说的就是 当时也不多要点 要个一千万 要个五千万 对吧 还能多买点东西 要个一百万 什么也干不了 还把咱们三年感情 就这么卖了 你搞清楚好不好 不是我出卖了 我们的感情 是我放了你一条生路 你的婚姻就是 家族事业的一部分 你应该找一个 门户相当的女孩结婚 通过婚姻 让你的家族事业 更上一个台阶 也让你的人生 更上一个台阶 这些我永远都做不到 你被我爸洗脑了吧 因为他说得对啊 我不可能因为我 耽误了你的家族大业 我担不起 我害怕 你还怕你跟我说呀 你问问我的意见 对吧 你不能直接找一个老公 结婚了呀 这跟他也没有关系 我也不会用他的钱 我只是用这笔钱 还了我父母为了跟我去 美国读书界的钱 然后买了这辆车 租了一个门店 想要开一个面包店 我从美国回来这半年 一直没有工作 我一直想要开一个面包店 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跟你说过 可是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到过 你 现在女孩今天要开一美人店 明天要环游世界 我又跟你开玩笑呢 你要真想要 你认真点跟我说 我能不给你开吗 我很认真地说过 可是你不是说吗 金钱会玷污纯洁的爱情 不是吗 对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你生下来就衣食无忧 花钱如流水 你对钱没有概念 但是我有 谢谢你不嫌弃我 在美国这三年 带我吃好的 喝好的 还带我到处去玩 但是 我更希望命运 掌握在我自己手里 那你也没有想过 如果你等一等 等我继承了家族企业 你拿的不是一把吧 不是一台车 也不是一个面包房 跟不可预知的将来比 我更愿意抓住 现在能抓住的 按现在的发展 面包房还有三个月就回本 然后就会赚钱 很快 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 这让我感觉到特别安全 我们在一起这三年 我们在一起这三年 你从来不知道我想什么 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呀 我想要踏实的生活 我想结婚 我想过小日子 可是你永远都像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 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 让我一点都不踏实 但是白泉让我感觉到了 老婆 你还没走 老公 又是你 我警告你啊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为难我老婆 那个 黄岳 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兄弟 之前 闹你婚礼是我不对 是我混蛋 我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 但是我特别希望 你们能过得幸福 你们能过得幸福 我衷心祝福你们 能好好过得走 祝你们幸福 对不起啊 老公 咱们走吧 你说的这个方路 还要用这招吗 这招恐怕不好使 本来不想让她知道 谁知道请走一位 来了一位更次的 这也是难免的 她的条件啊 太好了 人从国外回来 又单纯 关键 她不懂句句 所以呢 就难免会给那些 动机不良的女孩 利用啥 这是让我最糟心的 想要继承家 也必须头脑清醒 拎得清 像她这种做烂好人的 难成大气 所以你把黄岳的事告诉她 那是做对了呀 她聪明得很 虽然嘴上硬 那是跟你要面子 但她心里啊 一定会记住那次教训 她说她说的也没错 其实她说的也没错 也有谁对谁错 是你们价值观不一样 你跟你之前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 你说你们也不分对错吗 当然我不该这么比啊 没事 知道你心情不好吧 其实黄岳没错 我也没错 要说错那是我爸 有他在 我永远别想按照 我自己的想法生活 后久哥哥 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 你不理我了吗 那咱们 找个商场 买点东西 好 这是哪个好看 帮我选一选 都挺好看的 是 这 给我这个吧 先生 你很有眼光 这款非常适合 这位小姐的气质 不不不不 不适合我 这项链停着都会被气死的 适合吗 你带我看看 我不带 你带给我看看 我不带 我适适合我 你看 确实不适合你 就他吧 好 你说前两天那个方璐啊 咱俩去帮忙 什么也没帮上 搞到最后他也挺尴尬 挺丢人的 是买个礼物送给他 按摩给他 让他心里好受一点 你不用跟我解释 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跟你解释 我跟你聊聊天 你没人跟我聊天 天气你跟着我 你帮我拿着 我去那边看看去 蓝总 早 早 这个音乐跟酒店风格 不符换掉了 好的 花太俗了 换成蓝花 我找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联系过了 人家说呢 五天一几年前就已经辞职了 只留下一个联系方式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给我 十五分钟以后 我各个部门经历到我办公室开会 好的